美国近期一项新法律要求TikTok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 否则将在美国禁用 对此字节跳动表示 没有出售TikTok的计划 并指出外媒有关字节跳动 探索出售TikTok的消息不实 TikTok坚决否认与中国政府有任何联系 并表示没有 也不会与北京共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TikTok还表示 赤资了约15亿美元用于德克萨斯项目 该项目设立一个独立实体 由美国技术公司甲骨文运作的服务器 在美国境内储存美国用户数据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称 该公司将向法院提起针对新法律的诉讼 但一些专家认为 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来说 国家安全考虑可能比言论自由的保护更重要 迄今为止 中国方面已公开反对任何强制出售TikTok的行为 并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 2021年 在南加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一起怒怒事件中 一名26岁的城县男子开枪打死了年仅6岁的男童爱登里奥斯 该男子在4月12日被法官判处40年至终身监禁 4月26日上午 同案被告 驾车的司机 枪手的华裔女友26岁的李维恩 承认了一项事后从犯的重罪 和一项车内藏匿枪支的轻罪 他因重罪被判处最多三年徒刑 因轻罪被判处一年徒刑 由于李维恩自2021年6月21日以来 一直被法院下令在家监禁 因此可以计入已服刑期 现已刑满获释 然而 检察官对法律允许李维恩 没有在监狱里服刑的情况下 即可获释感到十分愤怒 使用假人在共用车道上开车 是执法部门深知的老把戏 但这并没有阻止圣达菲斯普林斯的一名驾驶员 尝试这样做 加州公路巡警在instagram上 发布了一张人体模型的照片 并称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 他们的外形堪称顶级模特 但归根结底塑料就是塑料 如果不是因为又一次违反了拼车道规定 这名身份不明的司机可能已经逃之夭夭了 实际上 一名加州公路巡警在发现车上 只有司机和他们的塑料朋友时 已经拦下了这辆越过双十线的车 山羊胡子很锋利 只是有点太锋利了 加州公路巡警在帖子中写道 随后 该司机因多次违反拼车规定被开出罚单 帖子上的一些评论 将人体模型的外形比作传奇说唱歌手 Snoop Dog 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 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1月 中国的家庭债务超过11万亿美元 相对于5年前 中国的家庭债务规模增加了50% 失信被执行人达830万人 人数自2019年底增加了将近一半 年龄大多介于18岁到59岁之间 占中国劳动人口的1% 经济专家指出 房贷和消费习惯改变是主要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过去长期兴旺 房价持续上涨 涨幅甚至远超过GDP 许多人借贷买房 贷款金额也水涨船高 尽管当前中国房价出现下降 但房价仍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许多人无力负担房贷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退 带来严重的房贷停工断工问题 这些贷款破灭溢出成为坏账 社会整体债务增加 这个问题连带也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零售 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就消费习惯而言 年轻人消费的思想在改变 因为科技发展 贷款变得更加简单 人们通过不断贷款来消费 过去中国人的储蓄率 每年可达20%到30% 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的5% 现在家庭储蓄率越来越少